碰到这样提的时候 我心里其实挺酸楚的 为什么我们的婚姻模式 是这样一种模式 是要将就凑合 我一辈子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我其实算了 我这个就这样了 还是说我活一回自己 这个事其实特别简单 就看敢不敢下决心 活一回自己就是走啊 你一对他好 你就追求他嘛 你重新开始一段婚姻生活 也无所谓嘛 我们这重新开始 不一定说你要嫁给别的男人 可能就这男人重新开始追嘛 把这日子重新来 而不是说将就凑合 现在这个将就凑合 害了太多的人 我不是说让你们一定离婚啊 而是说重新反省一下 这36年的婚姻 你们到底后悔不后悔 为什么不后悔 后悔又在哪儿 接下来一起进入 那几天喝古方红糖 真情60秒 今天来的这个舞台 感谢几位老师的指点 说句信的话老伴 毕竟咱们两个30多年的夫妻了 风风雨雨都过来了 最关键的问题 咱们已经步入了少来夫妻 老来伴的年 我恳求你 恳求你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以后会克制自己 控制好自己的感情 做一个好丈夫 一个好父亲 一个好爷爷在家里边 我会让你以后生活的 会好起来的 我根本不相信你说的话 因为每次吵完以后 你都都是这样 我还是考虑考虑吧 我决定还是想考虑考虑 婚嫁分手 别开了 还是回家吧 不行 谢谢两位啊 请回吧 谢谢你们 来 请关门 到底应该怎么做啊 这是性格决定 有人的性格说忍了 有人说不能再忍了 叫觉醒 但是有的时候 你觉醒不一定是对的 忍了又不一定是错的 这大概就是生活 没有统一的标准的答案 其实还挺难的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大家登陆 优酷网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爱奇艺乐视视频 PPT距离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来吧 我们看这对老年夫妻 他们最终的选择是怎样 请开门 别的机会 希望你成为 fate的事情